政府宣布簡約公屋要建在啟德 被附近居民反對 質疑當局是否想改變啟德的長遠計劃 房屋局局長何永然星期六就這樣回應 我想我們真是先要抓緊整個政策的目標 我要很快幫助一班居民 我形容為一艘救生艇 你在處理一艘救生艇的時候 你一定要將所有你要進行的工作 是要平衡壓縮去做 否則就達不到那個目標 何永然強調早前提出的八個簡約公屋選子別無他選 但是強調啟德的長遠商業用途清晰 CBD2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願景 亦都是不變的 我們只是借用了它現在 大家眼前看到 他還是在拍巴士 與其拍巴士 我不如拿了這段時間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居住環境 他就期望在2030年之後 簡約公屋的住戶陸續上樓 就可以交還現有的簡約公屋選子 但就承諾不了退場時間表 對於簡約公屋每個單位 預計成本高達八十多萬 他就解釋是計賣其他基建成本 餐廳請文 練習議員 成本